可以提早下课 哈哈哈哈 其他每次都是到刚刚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你有没有可能 搜寻情找不到你要的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比如说这是太新的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内容现在不多的 那你搜寻情也找不到 那请问你该怎么办 三不五时 关键字再找一下 哈哈哈哈 这是一种方法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累 因为你有想到就会找 可是万一事情一忙就忘记找 所以呢Google还有一个服务 我刚才跟各位介绍叫做快讯订阅 因为某些关键字 你如果 不容易找到 或者说你想要持续关注 那怎么办 持续关注代表就是说有新的就通知你嘛 那我们 刚刚那个RS的订阅是说 这个网站有新的通知你啊 可是他不见得有你要的啊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服务 你看一样在更多里面 还要在更多 哈哈哈哈 你要找到这边来 好我们往下走 在最下面了 你们平常都不会 找这种服务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一个Google快讯 点进来 你看你可以把你的关键字打进去 好打进去 那你可以决定说 你搜寻的是要全部的 还是某些特定的 一般我就如果我会找不到的 我就不挑了 就全部的 所以我就全部的 然后呢 你看是每天送给你 还是及时传送 还是一周一次就好 你有没有发现这有什么不一样 你每天他都帮你找一次啊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或者及时的 有新的就通知你 你就可以持续关注啊 对不对 这个关键字 假设你就是很 很在意这个主题的 我就可以像这样 那么关键字的部分 不见得是一次 只能一个关键字 你可以用逗点隔开 好比如说 像我现在先管理一下 他会寄到你的信箱 寄到你的信箱 好你看我就会关注一下这些 有没有 这些内容 所以我就会收到 你了解意思吗 好我就会收到 那比如说像最近 有那个SARS 有没有 SARS 类SARS病毒 SARS那段期间 应该大家印象还蛮深刻的嘛 出门戴口罩 走到哪里怎么样 就低一下 还有啊 不能握手 啊这样 对不对 所以说很麻烦 那这个呢 刚好 关心那 因为呢 中文翻作类SARS 我要顺便找一下英文的 对因为这资讯不多嘛 所以我就关注一下 那 他只要有找到 就会寄给我 有找到就寄给我 所以就是很简单 那我会关注一下我自己的 有没有 自己的名字 在网路上有没有出现 诶 我最近就有收到一个啊 我最近有收到一个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就找到一个 有没有 这是Google快讯寄给我的 他说 有一个网 也提到我诶 对不对 那我就是 哦 我就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是哪一个地方提到我的名字 他还不错啊 他还有引用我的名字 很多都嘛 没有 那我就知道 他找的是 我之前在大顿国中的 那是YouTube上面的影片 这样我就知道 我的东西有出现在哪里 这样你了解 那概念了 所以像刚刚那个SARS啊 其实都一样的概念 所以你看我在这里的话 有一些我会 两个关键字都关注 那有一些我就是单纯的 好那影片的部分也是 有没有 好影片你也可以订阅哦 也可以订阅 所以像这样 如果你觉得 这个哪一个已经过了 不需要的 你就把它删掉就好了 或者去修正 都可以 你看我们刚从 订阅已经存在的 搜寻 找不在可能 不在你订阅范围里面的 搜寻情的 再来找搜寻情 不太容易找到的 关键字是不是都关注到了 好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部分 哦 谢谢大家